你不认识 究竟怎么回事啊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情 这显然是背后有人在捣鬼 你和林毅没有不和吧 没有 即使有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会把这件事情 捅给媒体啊 这样不是两败俱伤吗 文章中把东晨的高层矛盾 和争夺一万品牌的事情 写得非常详尽 肯定是东晨内部人干的 你要小心啊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 减少这件事情 对于盛世的影响 好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顾董 沈助理 林总在吗 他不在 他出去了 他去哪儿了 去忙一些事情 我想 应该正是你所焦虑的 他已经知道媒体的时间了 顾董事 这样 等林总回来了 我会告诉你来找过他 好 白薇 这些年你可是 没少收藏好酒啊 对啊 所以在罩上你只为老婆 你要来并见并见 我见了你多少次了 你都左忙右忙的 你今天怎么肯上联呢 好久没见了 我说过来跟你沟通沟通 交调交调 是关于你们东晨内部矛盾 升级事件的吗 你都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了 你别忘了 我可是跟传媒出身 报上的内容 我一早就看到了 你有没有注意 这次文章的 最初来源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是 这炒作发家的自媒体 这个消息一出来 我就知道是关于你们 所以我就打听了一下 是你们的公司的 梦萧萧大美女 是她把这篇 一番品牌这种和女稿馆 届时尚未的文章 发送给她的 推广的费用也给了不少 这篇报道出来之后 我也找人调查了一下 主要是一些 无视生非的大V 你是怎么撬开他们嘴的 撬 根本不用撬 无非离一而自 对他们来说 没钱 就不能解决的问题 来 朋友 谢谢朋友 我当然知道 一般对你的意义 我也知道你这么多年 经营一万花了很多心血 十年前 我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也不是你给了那么多福祉 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谢谢你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说说现在 我还想问你一个关系 你的 小段我不是没看见过 当年 二十家分店的时候 你为了打击壮贵 联合台价 一口气 说得要是一家的事情 都发生过 现如今 出现有人跟你整一半 你还不打不住出兵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你瞒着我 难道是因为那个 文章里面的女董事吧 我猜对了 你这棵老树还能开花呢 天哪 我真的很高兴 你到底被女色 没征服了 大 大呗 大呗 很遗憾 这次你还是猜错了 这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要暂时替我保密 文章里说的这位女董事 就是 唐婉容老师的独生女儿 白希宁 真的吗 真的 怪不得 怪不得 怎么 不欢迎我 行了 好久没来了 你的家一点都没有闺女啊 这么晚了来找我 有什么事 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最近雨汪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别太有压力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现在该担心的不是我 应该是那个造谣者 这件事情对我和以往的打击很大 而且 对东晨的利益也有很大的影响 董事们知道了 恐怕不会袖手旁观的 那篇报道我也看了 对啊 内容显然是想借收回遗忘 来扩大东晨高层的矛盾 还把事件的矛头指向了你 但是你想想 谁最盼着遗忘乱起来 谁又最想趁乱得到遗忘 在东晨 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但我还是来了 我做的这一切 只是想让你知道 不要被有些人善意的外表欺骗 听你这口气 好像你知道这事是谁干的 我当然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 以你的性格一定不会错事不管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 就应该知道我会这么做 不管你怎么做 这都是你保住以忘义最好的机会 祝你好运 顾佑士 我已经跟指甘主席联系过了 下午两点到 疯狂的主编将会来的公司与您见面 这是他们准备好的微博常问和声明 您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让他们发出去 好的 谢谢 辛苦了 顾董事 不好了 你呢 顾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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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凭什么打我呀 顾佑士页靠资本商品 又来征一万的机会 又不是我发的 你是不是跟他睡过呀 那是谁 谁谁 你干吗 我不晓 别打 别打 疼吗 没事 我自己来 他们说那话太难听了 我真的忍不了 太有 这次确实是你太冲动了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不在乎 可我在乎 我现在慢慢地 满脑子想的都是舆论危机的事 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听 不管 不问 不计较 好吗 好 我知道我这次的冲动给你带来了麻烦 我以后不再冲动了 好了 好了 我来帮你安 疼吗 疼吗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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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大吗 我还好 可是现在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媒体那边的风波已经基本平息了 专柜销售商们车柜的风潮也制止住了 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就打了几个电话 打了几个电话 对啊 就打了几个电话 搞定了 那现在一望完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算是基本解决了吧 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但是 也绝对没有你想得那么糟 放心吧 有我在 那些媒体也没什么气节 对方给了一点钱 很快口风就变了 晓晓 有这样的效果我已经很满足了 难得你替我想到 这个给林毅和顾兴颜制造嫌隙的办法 董事长 最近我的生活遭受了很多的打击 我几乎都要对生活失去信心了 可我忘不了 是您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一通电话 让我重新回到了东城 那是因为 顾兴颜要跟那个铁券传媒签约 需要你这个公关大人来把关吗 不管是什么原因 董事长能想到我 也算是对我的信任 况且 您到现在也没问过 有关于我和林毅 你 既然我没问 就是不想问你 过去的事情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和以后 谢谢董事长 老大 你找我啊 你把以往所有的账目都整理一下 然后列出一个清单 为什么呢 我要问原因 去办吧 那我这去 哥 你知道李卓然现在在哪儿吗 在哪儿 澳门 他向兴颜的工作室拆借了三笔款 他想让兴颜也背上财务污点 拉他下水 你把这上面能用的流动资金都取出来 给他的功能是平常 好 哥 你这是 我准备把以往交给顾兴颜 哥 你终于下定决心了 但是要接着这次 护灭室友的事头 否则 我的妥协 反而会引起李卓然的怀疑 我明白 该怎么办 林总好 你们顾董是在的吗 在的 在的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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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这是干吗 我会是找顾董理论的吧 我知道 反正报纸上写他俩闹得挺僵的 真的 该不会 该不会打起来的 你知名 林毅哥哥 这是什么 你需要的 谢谢 虽然说这是在读 但是我还是想要向您保证 我一定会把读本完毕归照的 祝你好运 进来 星野 来 坐吧 有望的事我听说了 有望的事我听说了 而且还是林总 亲自到你办公室 进行交接的 林总虽然不愿意 但还算配合 你是有能力的人 后生可危啊 进来吧 晓晓 董事长 来得正好 坐吧 有望的事你也听说了吧 这种能够被冬城 载入实测的大事件 肯定听说了 晓晓 你回来以后呢 以前一直解决不了的事情 现在都解决了 你已是我的幸运心 哪有 董事长是有福祉 但是呢 真没想到 我曾经身边那么多的左保右臂 在这几年里走得走散的散 到头来留在我身边的 居然是你们两位女将 星野 晓晓 我说我 以后冬城的事 你们要多多用心 冬城的未来 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德路长 放心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现在 公司对以往的回归 有什么说法 大多数人都觉得呢 这是顾兴严运用背后的资本杠杆 对您逼宫造成的结果 都觉得 您是不得已之取 适当的时候啊 要让这种论调发笑 明白吗 明白 林总啊 公司发生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跟我通过气啊 来来来 先坐下 先坐下 有些特殊原因 还没来得及跟您沟通啊 还没来得及跟您沟通啊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想的 辛辛苦苦创建一个蚁蚂 就这么就送给李卓然了 不是送给李卓然 是送还给东晨 是 因为谷信言 是 也不是 冬晨现在的困局 确实需要以往来盘阔 我觉得你这是 在赌 赌一个未知的结局 是在赌 李卓然现在很显然 是要套现走人 是 唐总当年去世的时候 我曾经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冬晨 重新走下辉煌 我不能让我的理想落空吗 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这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觉得 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棋风险招 方能绝处风生 还有一个事啊 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你一定 会同意我的决定 邓市长 您找我 走吧 晓晓 您回公司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于公司的现状 您有什么想法 您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董事长 请您相信我 明白就好 这个顾行严 真是真人不露相 确认拿下了胡帆 成为东晨的 第一大股东代持人 您是打算增加股份 增加 不不不 现在东晨的股份 就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那您打算怎么办 我在董事会上 指定你和顾行严 全权负责 遗忘的交接工作 是有我的用意的 遗忘的经营情况非常好 它的原材料阶段 节育阶段 都有大量的现金操作工件 对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我明白了 对了 过几天 有个朋友会过来 你和我一起接待他 好的 董事长 来 喝个杯茶 这些假的遗忘严端局 应该可以凭活顾行严吧 进来一下 好的 进来 孟总监有什么事吗 这是遗忘交接的存货名信 拿着他去仓库交接吧 好的 想送点人呢 在吧 给我搜 好 走 好 走 放送 一层我都搜完了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哥 楼上也没有啊 太心了 你送他爬上去跑了 跑了 行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了 走 我们去厂里找他去 走 好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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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不走 我就报警了啊 报警 好啊 你去报啊 我还想报警呢 你们去厂里找他 他不在 村长 我们不在 我们不去到东城要钱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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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顾董事 是 进行交接的人数 你拒绝签字 为什么 虽然一望是突然交接 但是存货不可能那么少 你们交上来的交接清单有问题 我当然不能签字啊 你要搞清楚一点 董事长要求我尽快完成交接事宜 拖一天就会对销售商造成一天的损失 你小心董事长我对你问责 如果交接不清 那对我问责的就该是董事会了 还是拿回去重新再核实一次吧 好的 平安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消夫在拨 对不起 来 喂 沈伯 林总在吗 刚刚打他电话打不通 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找他核实一下 顾总是啊 林总不在啊 他去哪儿了 刚才警察来 把林总给带走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也正在了解啊 好像是跟这个 加工厂的债务有关 那现在林总在哪儿 他现在在公安局 系录调查嘛 林总的律师马上就到了 来这样 您也到办公室来吧 好 董事长 这些当局 顾欣妍通通都不签字 理由呢 数字不对 要求我再核查 这个顾欣妍 真的恨我们不贴心啊 现在该怎么办 那 单子先放在这儿 你先去忙吧 好 叫林薇进来一下 好的 对对对 都在哪儿啊 请 律师到了 您好 谭律师 沈助理 你好 这位呢 是我们顾兴严顾董事 顾董事 你好 谭律师 你好 不好意思啊 刚才堵车来晚了 没关系 谭律师 您坐 谭律师啊 事情比较紧急 我呢 先把情况 给您介绍一下 好吧 您说 我们以往呢 收购总公司经营之后 引发了一系列的 负面新闻 导致了经销商呢 有车柜现象出现 没有及时给工厂解款 工厂呢 就欠了代工厂的钱 所以代工厂呢 现在就开始闹事了 我明白了 这其实是一起 连带责任的问题 没问题啊 只要把具体的分局地址 跟当事人的姓名给我 我马上去跟林总会面 那太好了 这里有您需要的信息 林总那里就拜托您了 我现在马上去代工厂 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好 好 谭律师 我先走了 好 咱们把这个情况调一下 我告诉你 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就是还钱 说什么都没用 是这样的 您们签的合同叫做 委托加工合同 责任方应该是工厂 而不是东城 你们不应该说 随便就滥用警力 把东城的人 就这么随随便便地 就给抓走了 我不管什么合同的合同 现在工厂的人跑了 我们当然找你们东城要钱 你们要拿钱 这件事情最没有想到的就是 孙长长会卷款潜逃 东城该付的钱可都付了 这件事情应该跟我们 没有什么关系 当时你们是用什么方式付款 这种工对工的业务 都是公司财务部负责的 好的 我明白 刚才我到你这儿来的时候呢 顾兴严董事 动身去了代工厂 我会联系他 请您转告他 我没事 另外 以往已经开始交接 让他一定要注意细节 好的 我会转告他 好 谢谢 大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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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辛苦工作了大半年 到头来一分钱没看见 现在人还跑了 你让我找谁去 你要是把钱拿出来 我们就撤诉 大哥是这个样 姑娘 不是 姑娘你是东城的老板吗 不是不是 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先起来再说 姑娘 我知道你是一个说话 能够管事的人 好姑娘 我求求你 求求你把钱还给我们吧 我们辛辛苦苦地做了这么久 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呀 我们全家还指望的这个钱 给我女儿读书用 姑娘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 行行行 来来来 大姐你先起来 大姐 大姐 来来来 孩子 你也先起来 你们放心吧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 还钱吧 你们平时坐在高楼大厦里 指挥着我们的工作啊 你们今天不把钱拿出来 就想拍拍屁股走人 没门 快去 郭老师 再次我们下去 场面会失控 会有人声危险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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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的情况 我们心里已经知道了 没问题 我们现在就去想办法 给大家解决问题 好吗 走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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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想办法 给大家解决问题啊 行 她可以走 你 必须留在这儿 行 走 你先走 走 现在 大姐的情况 我都已经知道了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 说的一样 您们签的 的确是委托加工合同 责任方的确是在工厂 但是没问题 我们东城肯定也会有责任 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好不好 这样 我先去上个洗手间 等我回来 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走 走 大哥 我从早上过来到现在 我一口水都没有喝 我一次厕所都没有去上 我上个洗手间行吗 我回来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行吗 好 跟他去 谢谢 来来来 让你请坐坐 心跳怎么样 没事吧 没没没 我可能这个高跟鞋吧 穿的时间 有点太长了 脚比脚都痛了点 快上车 快上车 顾斗 你真的跑得好快 我以前经常被人追 都已经有经验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现在这样的情形 您打算怎么处理啊 回公司之后 你先从财务那边 调拨一笔款过来 我们先垫付 他们都是一群老实人 都是靠手艺吃饭的 靠自己劳动挣钱的人 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好的 我知道了 喂 谭律师 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放心吧 情况并不复杂 不难解决 那太好了 林总现在怎么样 她挺好的 警察只是例行询问 对了 林总让我给你稍句话 您说 她说以望开始交接 要注意细节 我知道了 谢谢您 嗯 我知道了 谢谢您 嗯 好 喂 明康 工厂停工了 我现在已经临时 调拨了一笔款 把工人的工资给补上 但是这工期不能 无休止地耽误下去 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时间这么紧 再去找新的加工厂 肯定是来不及了 这样吧 我马上去找有生产能力的 供应商问一下 还有那些 有自有加工厂的合作品牌 看看有没有可能 临时借给我们一条生产线 好 就这么办吧 嗯 你好 你好 你们这边是谁 在负责交接一问 是我 有事吗 你给我来一下 顾董事要见你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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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的数字 根本就对不上 你们财务部是怎么审核通过的 是怎么交接工作的 我 我是按领导要求办的 哪个领导啊 孟总监呀 他拿着您的签单 来跟我对接的 而且手续齐全 我们也是按流程办事 你说我的签单 你找给我看看 这个 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签字 啊 这个 我也变成不出来啊 已经交上去的报表 尽快地全部作废 重新审核 以后再遇到 有任何我签字的单局 一定要打电话 给我逐个确认 哦 好 那我先去忙了 好 喂 太友 怎么了 喂 太友 怎么了 欣妍 怎么样 查到了吗 没查到 她分三个账户 把钱转到海外去了 一共多少钱 三百万 金额不大 但我感觉 她好像是在试探路径 立章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林总把一万交回东城市对我的信任 没想到现在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会尽快查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三百万的事情 先不要生长出去 以免打草惊蛇 一定要保证余下款项的安全 如果她下一步还有行动的话 告诉我 好 事情总算弄清楚了 耽误你一天 哦 没事 该去配合 应该的 再见 好 慢走啊 老大 代工厂那边怎么样了 工人的钱已经拿到了 他们已经撤诉了 哪儿来的钱 顾董事长想办法掉拨的 哦 那东晨那边呢 东晨运转正常 但是老大 怎么了 一望的账面上的钱 似乎有人动过 先回去再说吧 哎 好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 投资品市场 近日 不少资助品牌 公布了其这一季度的 产销数据 仅从数据上来看 璀璨珠宝持续增长 实现了中期 约85%的增速 而曾经的资助老大 东晨珠宝的产销数据 在上一季度 呈现整体混乱之后 这一季度 重现增值 有专业人士猜测 这可能与近期 公司之间的 高层出面新闻 郭董事 嗯 胡总来了 在办公室等您呢 我知道了 胡总 您怎么来了 来来来 先坐 今天我就被别人催着来了 我知道 东晨最近是有点动荡 事情的大概 我已经听说了 能收回以外的经营权呢 这是大好事 事后的这个蝴蝶像 谁都说不好 但是 盛世的董事 已经向我施压了 他们希望我 换来你这个董事 不过你别担心 这个声音 已经被我扛回去了 谢谢啊 我知道您压力 也一定很大了 嗯 之后的事情 就看你自己的了 我不希望 再有第二次 赶在遭高峰的时候 来跟你说这类事情 好 放心 我先回去了 嗯 好 进来 坐 坐 没事吧你 没事 我就当到里面去静修一下 你仅仅不在公司一天 公司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一望账上的欠少了 好 我都知道了 不过你放心 林哲现在正在追查 钱款的去向 另外 我发现了仿冒我签名的单局 不过好在我发现得及时 还没有酿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妄造你的签名 看来李卓然是狗急跳强了 手段相当之卑劣 喂 李总让你到他办公室开会 好 我知道了 李卓然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开会 顾董事 我还记得你刚进入董事会的时候 在那个发表一个很长的感慨 碰海激昂的 到现在还在我耳边萦绕 这才过了一个季度 你就拿出这样的报表 你知不知道 这些钱都是我们自己的 顾董啊 那个 说句不好听的 你可能是股票带吃人 可能对这些钱不在乎 但是对于其他股东来说 这些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 是真金白银 不过请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没有盛世的大笔投资 东城现在早就已经泥足深陷了 我作为股票的带吃人 我当然希望东城可以走出困境 那以往经过这个停产撤贵 便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你要知道我们可是花了大力气 才把它并购过来的 该不是个赔钱货吧 颜董事 请您尊重一下事实 并购 东城什么时候花过一分钱 把伊旺并购过来了 伊旺是灵异自己交回来的 好了好了 这个我们不管是并购 还是灵异自己交回来的 我只想请教一个问题 伊旺在此之前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为什么金你之手回来以后 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我发现一件怪事 孟总监 之前交给我过几张清单 但是这些清单 在我这儿是完全没有通过的 但是近日我竟然惊奇地发现 那些清单上有人冒充我的字迹 签上了名字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诬陷我伪葬签名 是观众